今年的成都车展 硬派越野的规模和质量都是历年之最 前一段时间非常受关注的北京BJ60 也正式的开启了预售 五座低配的价格是23.98万 七座顶配28.98万 从它的定价能够看出来 BJ60确实是想要单挑长城的三款硬派越野 实事求是的讲BJ60的颜值是真高 北汽家族标志性的五孔是隔山 放在大车上明显要比中型以下的车更有气势 车身侧面的风格大开大合 较为平直的线条和前脸也是比较的契合 车尾外挂的备胎和侧开门 同样是硬派越野标准的配置 BJ60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和谐 没有什么太突兀的地方 我个人觉得它看起来 确实是比哈佛维持久要顺眼一点 BJ60的内部的气质和坦克500有点类似 当然二者的设计差别是非常大的 简洁大气 全液晶仪表大尺寸的中控屏 科技感也很强 BJ60用的是2.0T的发动机作为动力 功率267马力 扭矩406牛米 配48伏的轻混 变速箱是8IT 带分14区 BJ60的这些配置很明显地表示 它不是一个能去豁的车 日常城市驾驶偶尔出去穿越才是它的定位 这一点和坦克500有点像 23.98万的价格正好处于坦克300和500之间 北汽也是希望能够打一个价格差 毕竟坦克系列在国内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 感谢观看